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军及北约盟友在拉脱维亚举行的下级盾牌行动还未落幕 一场规模更大的17国联合演习紧随上演 军事演习的规模不断扩大 东欧战力部署继续强化 大西洋决心行动究竟有何战略意图 这种重型武器大量向东欧集结 展现出美国一个所谓重返欧洲 重返东欧的态势 美军训练波兰军队使用爱国者三防空导弹系统 东欧反导体系逼近俄边境 作为回应 俄军在加里面格勒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 爱国者与伊斯坎德尔之间的矛盾争锋 谁更胜一筹 在欧洲这个地区部署爱国者导弹 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个地区 恐怕不仅仅是一个反导的需求 俄军快反尖刀空降兵进行大公勃演习 被称为蓝贝蕾的俄空降兵 究竟有何能耐震惊世界 可与军事评论员石虹深入解读 俄罗斯的散兵战车一向以火力强大著称 BMB4M在这一方面也毫不含乎 军情直播间即刻播出 梳理全球军情解析最新防务 欢迎收看军情直播间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团队的微信 点击活动菜单参与互动 我是美西在中国深圳为您直播军情 整个三月以来 美国与俄罗斯在东欧地区 分别派出精锐部队护袖肌肉 无缝隙地进行了高规格的大规模军演 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今天美军及北约盟友在拉脱维亚 举行夏季盾牌行动还未落幕 明天美军又将开始 另一场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演 而从各军演的地理位置来看 呈现出的都是逼近围绕俄罗斯的态势 对此普京再显强人本色 不仅发布措辞强硬的讲话 更以同样高频次的军事演习来回应 那么被称为全球最强两军的美俄军队 在这场隔空交锋当中 展现了哪些战术战法和先进武器 面对美国及北约的种种态势 俄罗斯还有怎样的撒手锏应对 今天1100多名来自美国 德国加拿大和波罗的海三国的 海陆空士兵 结束了在拉脱维亚展开的 夏季盾牌行动年度大规模跨国演习 而从明天4月1号开始 美军又将领导17个国家 举行另一场多国联合军演 第一部分的内容 就是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 罗马尼亚某地进行空降演练 美军连分动作领俄罗斯不约 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26号 主持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会议 他在会上警告称 美约正在俄边境附近 部署快速反应部队 试图破坏和平衡 俄不会接受任何人对国家的恫吓 并将对所有危害国家安全的 内部和外部威胁 采取相应回应措施 令俄罗斯愤怒的 正是美国及北约盟友 在东欧一线实施的一系列军事演习 也被称为大西洋决心行动 大西洋决心行动 并不是一项独立的夺战行动 其本质是一系列军事力量 威慑俄罗斯的计划 从2014年3月的军刀护卫演习开始 美国及北约盟友 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 不仅扩大演习规模 同时强化了东欧军力部署 把原本已经裁撤的单位 重新调回或找新的部队填补 更具野心的是 美国还在波罗的海三国 开辟第二战场 波罗的海三国就是在1992年独立的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据美国CNN报道 美国经陆路和海陆 向拉脱维亚输送约3000人的兵力 参加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的 大西洋决心行动 大规模演习和轮训 他们来自美国陆军 第三机械化步兵师的 中型旅籍战斗队 具有48小时内 从德国部署到波罗的海沿岸的能力 目前已经派出 美国陆军快版力量斯特莱克装甲部队 进行1770公里的远距离机动演习 并穿越陆个欧洲国家 以展示美国与盟友团结一致 波兰问题周刊称 锁链的强度取决于最薄弱的一环 俄军虽然在黑海 克里米亚方向实力雄厚 但在波罗的海一带却未必 以此次波罗的海演习为例 美国在三国的帮助之下 实现了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持久军事存在 美军开着斯特莱克装甲车 在当年苏联修建的拉脱维亚 阿拉吉拔场里打枪开炮 这摆明是激怒俄罗斯 2015年2月24号 美国故意选在爱沙尼亚边境小镇 纳尔瓦举行阅兵 美军第二步兵师装甲车 插着醒悦的美国国旗 穿梭在纳尔瓦的街头 而这个边境小镇的位置 仅邻俄罗斯 最近处距离俄罗斯边境仅270米 距离圣彼得堡市区也仅有60英里 这里还是1700年纳尔瓦战役的旧址 当年俄国彼得大帝军队 在此遭到瑞典人毁灭性的打击 恩格斯就说过 纳尔瓦是俄罗斯民族 遭到的头一次严重失败 很显然美国和北约伙伴们 很会在俄罗斯的山口上撒盐 像俄罗斯展现一个强硬的态度以外 另外就是借由类似这个军事行动 表达对波罗的海三小国 以及东欧这些国家支持 他调集了不少重型装备 到东欧这些地区去进行各种军演 这种重型武器大量向东欧集结 展现出美国一个所谓 重返欧洲 重返东欧的态势 显然美国及北约盟友组织的大西洋决心行动 以令俄罗斯如梗在喉 而美国的另一件撒手锏也正向俄罗斯逼近 3月21号 大约100名美军士兵和30辆军车抵达波兰 并在波兰首都华沙附近 训练波军使用爱国者三防空导弹 这表明美国在波兰北部莫隆阁基地 长期部署的爱国者三防空导弹系统 即将形成战力 据公开的资料 美国构筑的欧洲反导系统 应当能够确保拦截射程在1000到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 主要是陆基标准三反导武器系统 和萨德系统所用的 ANTPY-2型X波段雷达 此外还有爱国者PAC-3末段低层反导系统 美国正在扩大东欧反导系统 这显然挤压了俄罗斯核武器的战略空间 作为回应 俄罗斯近日宣布 俄军在齐波罗地海沿岸飞地加利宁格勒 部署了可以刺破如何反导系统的 伊斯坎德尔导弹 那么爱国者与伊斯坎德尔之间的 毛与盾的争锋 谁更胜一筹 特约评论员石虹带来独家解读 爱国者PS-3导弹系统 属于美国战区反导系统 主要是对射程1000千米以下的 进程战术弹道导弹进行拦截 该导弹系统 也是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里的末端低层拦截武器 对载入大气层的洲际弹道导弹弹头 进行最后的拦截 爱国者PS-3导弹系统的MPQ-65雷达 能够同时完成搜索 跟踪 敌我识别 照射目标等任务 探测距离为200千米 该雷达的一大特点 是能够捕获雷达反射截面积很小的目标 并能从诱饵和碎片中分别出真实弹弓 以直接碰撞的方向拦截弹道导弹 伊斯坎德尔是俄罗斯KBM设计局 研制的新型进程战术弹道导弹 采用车载机动发射 单极固体燃料火箭推进 起飞重量3.8吨 飞行速度6到7马赫 俄军自用的伊斯坎德尔M 射程在500千米以内 采用惯性加卫星加数字式景象匹配指导 命中精度为5米 导弹可携带高爆 钻地燃料空气或电磁脉冲等多种战斗部 能够打击各类重要目标 从理论上说 爱国者PEC-3是能够拦截伊斯坎德尔M导弹的 但其拦截效能恐怕不会很高 因为伊斯坎德尔M导弹发展时间 爱国者PEC-3晚得多 在设计上主要就是针对反导系统 增强突防能力 为此该导弹采用特殊的气动外形和复合材料 显著降低了雷达反射截面 使爱国者PEC-3的火控雷达 很难对其探测和跟踪 此外 伊斯坎德尔M导弹还能在飞行过程中 进行大过载机动 大大增加了爱国者PEC-3的拦截难度 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初期型爱国者PEC-3曾投入实战 但对于伊拉克无机动能力 弹头和弹体不分离的老旧近程弹道导弹 拦截率也不过32% 后期改进型虽然性能有较大提高 但面对完全针对反导系统设计的 俄罗斯新型伊斯坎德尔M导弹 拦截率恐怕不会好到哪里 不仅如此 伊斯坎德尔的机动发射装置 还能兼容发射俄罗斯最新的 伊斯坎德尔K巡航导弹 而爱国者PEC-3对巡航导弹 基本无拦截能力 从2014年开始 美国与北约盟友举行的 大乡决心跨年军演 不断的演练 快速部署战力 飞机沿俄罗斯边界飞行 军舰紧逼俄罗斯海岸线 俄媒认为说这场演习 已经成为魂俄军演 今年2月美军装甲部队 更出现在了爱沙尼亚纳尔瓦地区 最近时距离俄罗斯边境不顾270米 请教一下房先生 美军这番动作会否触碰俄罗斯底线 俄军又该如何反制 这样一系列的军演 我想针对性到底是谁 或者说剑指河方 这应该是河上头的师子明摆了一个事情 美俄双方有关各方 包括波罗的海这些国家 东欧这些国家 他们都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是不是说触及到了俄罗斯的底线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待于商榷 因为军演这种东西 只要你没有变成实际性的作战行动 只要你没有进入实质性的进入 那些非常敏感的 对方认为不可碰的 这些区域 比如说你直接进入乌克兰 甚至进入更敏感的东部的一些地区 实际上 大家我觉得 对俄罗斯来讲 他应该是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说所谓的触及红线 或者说触及底线 这个说法恐怕还是太重了一些 当然 那么你有来言 我有去 冰来降囊 水来吐吞 你既然做了这样的一番的实质性的军演 这样一种动作的表态 俄罗斯肯定也会还之以颜色 而这些动作之前之后 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就是你沿着我俄罗斯的西部边界 不断的搞军演 我也可以沿着我的西部边界 当然你是在边界线之外 我是在边境线之内 组织一系列的 同样是针对性很强的军演 近日美军开始训练波兰士兵 使用爱国者防空导弹 而这只是巨大的遍布整个欧洲的 北约反导系统拼图的 那么美军主导的北约反导系统 究竟是盾牌还是利剑 美国为何在欧洲部署爱国者 而不是更先进的萨德系统呢 方先生 实际上从某种程度来讲 已经威胁到了俄罗斯跟美国 美俄两个核大国之间 这种导弹和武器这种的战略平衡 因为你可能会遏制对方 这种战略和反击的能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些导弹防御系统又具有相当强的进攻性 俄罗斯也把它视为对自己的直接的威胁 这种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 至于你说的刚才讲的 这个爱国者系统和这个萨德系统 这个都属于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 一样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他们的职能是不同的 大家知道萨德 萨德它主要是陆基中段的反导 和陆基末段反导的高空高层这个部分 就是刚刚载入大气层这样一个部分的 高层的这样一个末段的反导 而爱国者导弹系统 它主要的功能是末段反导 而且是最后一层陆基的末段的反导 那么当然这两者之间 在反导上有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分 同时在防空上 爱国者还有一个更强的防空的功能 也就是说 它不仅可以防御对方的战术导弹 特别是末段的这种战术导弹进行拦截 而且它还有很强的防空的功能 爱国者导弹毕竟一开始开发的时候 是以防空为主的 这样一种主要的这样一种防空的武器 所以在欧洲这个地区部署爱国者导弹 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个地区 恐怕不仅仅是一个反导的需求 而且是兼顾反导 同时更主要是防空这样一种作战的需求 而这一点老实讲 萨德系统的防御能力是远远不如爱国者导弹系统的 所以从反导的系统来讲 爱国者的系统 这个反导能力确实不如萨德系统 来的高来的快 但是我可以兼顾防空 我的功能会更全面 我想恐怕这也是美国在这个地方 更多的部署爱国者导弹系统的一个最主要的考虑 俄罗斯军队骁勇善战 二战时以硬碰硬的姿态击溃了东线的纳粹兵团 与西线的英美军队配合 共同覆灭了德国法西斯 时至今日 美俄两军仍被视为全球最强的两支军队 针对美国及北约进行的大西洋决心行动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发布命令 决定进一步增强在主要战略方向的部队集群力量 3月21号 俄国防部宣布突击战备检查结束 此次突击检查是由普京在3月16号下令 对北方舰队、西部军期部队、空降部队进行突击战备检查 共有3.8万名俄军士兵参与 动用3360件各类军事装备 41艘战舰、15艘潜艇及110架飞机 在战备检查的框架下 并令胜负部队进入全面战备状态 以检查其保卫俄罗斯及北极地区军事安全的能力 为什么俄军这几年要执行这一类贴近实战 因为俄国自从军事改革以后 他们不只在编制、在一些指挥机关进行大幅的革新 另外他们在实际部队演训方面 他们认为由于未来作战是属于一个时间短 反应快的应急事实作战 因此要求部队在最短时间内接候命令以后 能够迅速反应、迅速到达战役进行方向 面对西方国家的连番动作 普京强硬喊话车 俄罗斯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甚至包括核武器的调动 而冷战时期 苏联举行的那一场西方八一军事演习 相信西方国家依旧记忆犹新 事件发生在冷战时期的1981年 根据前苏联军官的会议 在这场海陆空天全方位的打击当中 设计中的场景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 不顾苏联政府的警告 在美国总统的直接指挥下越过卢比孔河 向苏联发动了悍然进攻 苏联最高指挥部决定 对敌人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在随后的七个小时里 苏军先后使用了装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摧毁模拟美国卫星的目标 通过洲际弹道导弹在空间核爆炸产生的核辐射与电子脉冲 破坏仿卫星目标的结构和电子设备 一枚100万吨级的核弹头爆炸之后 释放出高能 射箭 带电粒子和中子 产生能够破坏大约1000千米范围内的航天器的能量 此外 演习期间还进行了图95和图160战略轰炸机发射巡航导弹 以及苏联海军的舰艇和陆基战术导弹防空导弹的发射 整个演习从和林一致时间6点持续到13点 因此这次震慑世界的演习被西方称为七小时核战争 核武器是一个重看不重用的武器 大家都知道在核子均衡的状况下 其实没有一个国家敢动用这种核武 特别像美苏这种超级核武大国 那动用核武的结果几乎是毁灭 动用核武进行某种形式威力展示 那可能是他被逼到墙角最后的一个绝招 但也反映了他似乎是已经无招可用的最后一招 近日俄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突击战备检查 俄北方舰队西部军区部队空降兵部队 共7.6万名军人参加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检查把重点放在了北极地区 而不是美俄争夺的东欧地区 那么强占北极是不是俄罗斯反制美国的另一手呢 方先生 最近俄罗斯提出并且已经开始付诸实施 准备组建第五个相当于军区这样一个级别的战略司令部 那就是北极方向的战略司令部 虽然他还没有把北极化为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军区 但是北极地区作为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未来的战略方向 新的战略方向这种意图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所以未来很有可能俄罗斯会形成东西南中四个军区 同时东西南北中五个战略方向 五个战略司令部这样一种格局 那么北极地区虽然不像你刚才所说的 是西部战略方向 是在跟美国和北约对峙的这样一个第一线 虽然不是这样一种感觉 但是随着北极地区气候不断的变化 大家知道北极这个地区未来可能不仅在资源争夺的这样一个经济场上 包括在军事上也将凸显出它巨大的战略价值了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不是从我们通常世界地图这个视角来看地球 而是从北极这个角度来看地球的话 其实我们会发现 从北极上空 是俄罗斯 从俄罗斯的本土打到美国本土去 甚至打到欧洲北约这些国家非常便捷的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看清楚这一点 大家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俄罗斯要在北极地区未来下很大的功夫 甚至要组建一个新的战略司令部这样一种企图了 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团队的微信 点击活动菜单 参与互动 二战以后呢 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了冷战对峙态势 由于诸多因素的牵制 出现了长期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 然而天下并不太平 从1945年至今 世界各地先后爆发了180余起局部战争 这些战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都带有突发性 各国也逐渐认识到 组建快速反应部队是应付突发事件的重要措施 近期美国及北约强化了东欧地区及波罗的海三国的快速反应部队部署 与此同时 俄军快反王牌空降兵部队也进行了大规模演练 那么美俄双方的快反部队机动性和火力配备分别有何特点 两把剑刀谁会出手更快呢 据俄新社报道 俄罗斯空军本月19号在西部城市普斯科夫举行军事演习 超过700名空降兵在这一地区着陆 与贾想敌对战 实际上2月25号俄空降兵就曾出动近2000名军人在这里举行军演 主要演练夺取贾想的机场和在边境地区实施防御作战科目 为什么又是普斯科夫州 原来它地处俄罗斯西部 西林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 俄罗斯频繁在这里举行空降兵军演 正是对北约逼近其家门的回应 作为大西洋决心计划的一部分 美军快速反应部队及快反装备也在重返欧洲 据报道美国本土运载了120辆地面装备抵达与俄罗斯接壤的拉托维亚 这份清单中包括最新的M1A2坦克和M2A3步兵战车 美军约翰·奥康纳将军称 只要有需要这批坦克和装甲车就会一直留在拉托维亚 据悉美国已经逐步将M1A2战车 M2A3步兵战斗车 M109A6自行火炮等武器派遣到欧洲 分别部署到德国 拉托维亚 爱沙尼亚 波兰和立陶宛等环绕俄罗斯的国家 待联合演习结束之后 这些地面装备就会留在当地驻守 此外 美国第173空降旅的260名军官 这个月也开赴乌克兰利沃夫 第173空降旅 现驻地为意大利东北部围清查的埃德勒兵营 是美国欧洲司令部下辖的常规空降战略反应部队 又名天兵 该部队创建于1915年 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派往海外 但主要却以参与越南战争而著称 进入21世纪之后 173旅又参与到美军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行动当中 从乌冬危机发生以来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173空降旅 在东欧多国进行部署 短期部署或者参与很多联合军演 显示他已经被美国陆军 或者精确来说被美国的欧洲指挥部 用作一个战略机动的快速反应部队 周旋在诸多盟国 进行一个复合式的各种明目的各种军演 斯特赖克轮式战车 自从2003年投入作战部队以来 一直被视为美国陆军的王牌武器 但是有观点认为说 卸掉坦克履带换上车轮的斯特赖克 非常的脆弱 如果把对手从伊拉克换成萧永山战的俄罗斯 美军迟早会后悔装备了斯特赖克轮式战车 房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 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个作战经过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出 无论是在伊拉克南部地区的美军跟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交战 还是打到巴格达城下最后突入巴格达城下的这个作战 美军使用的什么装备 还是M1A2主战坦克 M2 M3步兵战车 这个攻击直升机 这些重型的主战装备 应该说那个时候 像斯特赖克这种轮式的轻型的 可部署能力虽然非常强 但是装甲防护相对比较薄弱的战车 在战场上客观的讲 是没有你存在的空间的 也是没有你成活的这样一席之地的 正是因为仗打完了 伊拉克陆军的主力已经被击溃了 那么进入战后维和了 主要是针对那些爆炸反应物的那些威胁了 那么他才可能成为担当的主角 那么即便是这种战后的维和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原来外表看起来非常干净 整洁的新型的装甲战车 外面被焊上了很多附加的这种装甲的这种装甲栅栏 上面堆积了各种能够用来做抵御对方 近距离的反坦克攻击 这样一个各种的这样一个障碍物 实际上连杀包这种东西 都在望上堆 那证明什么 证明即便在战后维和的过程中 即便在城镇作战小规模冲突的过程中 面对RPG这种火箭筒 这种近距离的反坦克攻击的武器 它的装甲防护能力仍然是非常非常不足的 所以它主要是为了投送方便 主要是为了提高装甲机构化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 快速投送能力 我可以在尽快的时间内通过空中投送的方式 尽快到达战区能够占据一个位置 为后续重装甲部队的到来集结赢得时间 这是它最主要的功能 反观俄军在西部城市普斯科夫举行军事演习当中 约2000名空降兵参与其中 并共有超过700名士兵在当地着陆 作为快反尖刀 空降兵早已成为俄罗斯实施对外军事干预的先锋 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独立兵种之一 由国防部直接掌握 被誉为克里姆林宫的战略预备队 冷战时期 苏联空降兵作为对北约作战的主要力量 得到了大力发展 巅峰时期拥有7个师 16个独立旅团的番号 达到了约12万兵员的惊人规模 并独立成军 曾长期部署在立陶宛境内的前苏联空降兵第七师 是一支英勇善战的王牌部队 曾参加过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被纳入华约联合部队编程 在苏联解体之后 为应对车臣战争 第七师挑选精兵强将 组成了一支加强空降营 直接参与攻城夺阵的战斗和山地作战 从直升机上空降 多次在车臣武装匪帮优势力量包围下 顽强作战 第一次车臣战争当中 700人的第七师 加强空降营的损失较小 在一年半的战争中 仅有28人牺牲 虽然到现在只保留了四个空降师 一个空降旅 人数剩下3.5万人 但战力依然不俗 为塑造这支空中尖刀 俄空降兵采取非常严格的训练方式 俄空降兵极为突出 在恶劣环境下进行散降训练 2014年3月11号到14号 禁卫第98空降师奉命北径吉利机场 在高纬度恶劣气候条件下 实施散降登陆 在演习当中 他们达成1276运输机突袭新西伯利亚群岛 科捷利内岛上的杰姆普机场 当时气候条件极其恶劣 地面风速达到每秒12到14米 通常情况下 空降只会选择在每秒10米的风速条件下进行 但该营350名官兵 使用新型禁母降落伞系统 成功实施空降登陆 俄空降兵司令沙马诺夫通过视频通话 向国防部长邵一谷报告 在这种恶劣气候条件下 除了我们 世界上没有人敢散降着陆 这足以证明 我们在这方面保持世界领先水准 俄罗斯的空降部队 它的实力 现在的确是世界第一 而且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完全重机界化装备的空降部队 别的国家都没有完全达到这种能力 而且它的整个训练 装备水平都是很高的 除了严格训练 举世闻名 俄罗斯空降兵还号称 世界上最重的空中机动部队 单兵武器方面 俄空降兵一般配备5.45毫米 拖击步枪 7.62毫米搬用机枪 RPG系列火箭筒等 从编制上看 一个空降营狭有五个连 其中四个连担任主攻 剩下一个连携带排击炮等 负责提供火力支援 俄罗斯空降兵它主要从事于可能战术性的这种作为 比如它是支援大兵团作战 然后达到一个攻击矛头或栖心矛头 然后配合主攻部队的一个 等于说配合部队的角色 跳脱了以往空降兵属于一个轻装步兵角色的这种限制 展现了它比较强的快速打击能力 与西方国家的空降兵部队不同 俄罗斯空降兵能够在战场上 使用装甲运兵车和火炮进行重装空投 在去年多场军演当中出进的BMD-4M多功能散兵战车 就是最好的代表 BMD-4M是目前俄罗斯最新型的空降战车 凭借优异的机动性和强大的火力 BMD-4M空降战车入选了俄媒评出的 2014年度入役的俄军十大新型武器 2014年 俄罗斯D-106空降师接收了两辆BMD-4M原型车 和八辆预生产型BMD-4M进行测试 今年3月3日 俄D-106空降师又接收了第一批12辆生产型BMD-4M 而在今年全年 俄空降兵计划总共接收62辆该型战车 那么它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对于散兵来说 战车的机动性能非常重要 BMD-4M可用1276 按124等运输机空运空投 部署灵活 反应迅速 事实上 BMD-4M战车是世界上唯一一款 可以实现成员和战车共同空降的战车 也就是实现人车一体化模式 在人车一同纵身日月下的时候 可以搭载三名成员以及五名全副武装的散兵 值得注意的是 空投时 战车在接近地面之前 它还会启动一种火箭制动系统 利用火箭向下喷出的燃烧气体所产生的反推力 大幅减小战车的降落速度 从而解决了以往战车空投着陆撞击力过大的问题 确保了车内人员的安全 正是得益于人车一体化空投模式 散兵着陆后 投入战斗的准备时间大大缩短 这对争分夺秒的现代空降作战 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此外 俄罗斯的散兵战车 一向以火力强大著称 BMD-4M在这一方面也毫不含糊 BMD-4M最值得称道的武器系统 是其加装的新型光源U 模块化通用炮塔 由于其采用了模块化设计 所以有很好的试装性 可加装到多种履带式或轮式装甲车辆上 BMD-4M战车的主要武器 为一门RA70型100毫米火炮 该炮装备有自动装弹机 可发射高爆杀伤弹和炮射反坦克导弹 射速打每分钟10到12发 在主炮右侧还并联一门RA72型30毫米机关炮 除此之外 BMD-4M还在100毫米火炮左侧的炮塔内 装有一艇PKT型7.62毫米机枪 或一艇AGS30型30毫米自动流量发射器 并且还能在炮塔上 附加一具9P-135M型反坦克导弹发射筒 另一方面 BMD-4M还配备了现代化的火控系统 包括火炮双向稳定系统 双通道炮掌瞄准镜 车掌周视瞄准镜 激光测距仪 数字是弹道计算机 各种必须的传感器 卫星导航系统等 可在5500米的距离内 攻击移动或静止的装甲目标 在7000米的距离内 攻击暴露在掩体和战壕外的步兵 在4000米的距离内 攻击直升机 更可在行进间开火 其路上最大速度70千米每小时 水中最大速度10千米每小时 因此不少武器专家认为 即使脱离坦克和火炮的支援 BMD-4M散兵战车的火力 也可以保障空降部队畅行无阻 在1998年8月的一次 团战术空降演习当中 俄罗斯第76空降师 就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散兵战车 满源载人空投试验 随后第76空降师 又进行了三辆BMD-3散兵战车 从1276运输机上 连续空投的试验 这种试验风险很大 在空投过程当中 如果第三辆战车 没能够及时投下 就会引起载机重心偏移 稍有不慎就会击毁人亡 这两次空投试验的成功 极大的提高了 俄空降兵的作战能力 从而真正引起了 空降作战的变化 BMD-3这个空降伞降战车 它整个这个战车 履带式的 它落地之后 除掉伞之后就可以行动 就可以展开行动 上面有武器 有30毫米机关炮等等 包括BMD-4 可以带一门100毫米的线堂炮 它火力是非常猛的 所以它这种突击火力 实际上是 我觉得是很强的一个火力 俄罗斯空降兵 最大规模的作战 使用出现在2008年8月的 俄阁冲突 他们在危机情况下 反应迅速 作战中 为保障空降兵机动和作战 俄军动用了 1276 安22和安124飞机 近60架 三个空降师 独立空降突击旅 和特种侦察团 也参与了作战 空降兵参战兵力 达数千人 头戴蓝色贝雷帽 身穿绿色迷彩服 随装甲战车 从天而降 完成各种危险的突袭任务 这就是俄罗斯空降兵部队 是俄军战力最强的 王牌部队 因为这支部队 完全实现了装甲化和机械化 他们也被称为 世界上最重的空中机动部队 我们可否推演一下 一旦美军的斯特赖克旅 碰上俄罗斯的空降兵 双方的快权 谁更胜一筹呢 方先生 俄罗斯的空降兵 从前苏联时代开始 它就一直保持的是 一支重装化的空降兵 当年前苏联的空降师 它下面三个散兵团 一共九个散兵营中 当时按它的编制规定 起码有五个散兵营 是全部是机器化的散兵营 它装备的都是 BMD系列的这种散兵战斗车 如果面对轻装 对方的轻装散兵的话 它的战斗力 那你是不用想的 那是对方是没有的打的 即便面对像美国这种 斯特赖克这种中型装甲部队的时候 应该来说 它的战斗力也是不吃亏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 我是可以散架的 俄罗斯的装甲空降兵 它虽然是机器化的空降兵 但它所有的散兵战斗车 都是可以空投的 最新的BMD4型的散兵战斗车 甚至可以是人员跟装备 一起实施人车同头的 着陆之后 把散具解脱之后 马上可以成建制的投入作战 而你那个斯特瑞克 那个中型旅的那个战斗车 是比你的装甲机器化部队的东西 已经轻了很多了 你能实施散将吗 你能成营成连建制 甚至成团建制 实施大规模的散将吗 那么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的话 老实讲你的快速反应能力恐怕还是比不过 俄罗斯的空降兵的 更何况我们刚才这个小片里其实已经提到 俄罗斯现在的散兵部队 已经开始装备最新型的BMD4型的散兵战斗车 它的火力之强悍 大家看看它的主炮口径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讲第一代是73滑膛炮 第二代是30自动炮 现在的第四代到了什么程度 100毫米口径滑膛炮并列一门30毫米的自动炮 100毫米口径的火炮 这是战后第一代主战坦克 像我们的59式坦克 它主战坦克火炮的口径 打你那种中型旅的战斗车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再有它并列一门30毫米的自动炮 既可以打你的步兵战车 穿你的甲没有问题 同时也可以打你的直升机 所以从火力的角度来讲 美国的斯泰赖克战斗旅 应该说跟俄罗斯未来可能列装的新型散兵战斗车来相比 应该说它也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 自从克里米亚入俄以来 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一直处于胶着的状态 双方针对性的军事行动也与日俱增 近期美国及北约盟友在波罗的海沿岸和黑海演习 巧合的与俄罗斯在这两个方向的演习撞彻 分析认为 俄罗斯这两个方向的演习 是摆出了为维护克里米亚现状 不惜动用核武与敌方同归于尽的战法 实际上就常规力量来说 我个人认为西方包括北约的综合力量 现在依然是强过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在这种大的局面之下 它还依然不得不强调核武器的作用 也就是说它依靠强大的这种核力量 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威慑和平衡 但是不是最后真的动用 还要看很多具体情况 因为核武器毕竟是一个非常杀伤力很大的 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一般国家是不敢轻易动用 但我觉得俄罗斯在关键时刻是有这种决心的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3月17号报道 俄军方消息人士称 俄卫军演将同时向波罗的海和黑海 两个方向新增部署 包括向克里米亚半岛 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 图22M3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具体数量获为10架 另一个方向将调动其波罗的海舰队的 大型登陆舰运输 向位于欧洲的飞地加利宁格勒 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 图22M3最大载弹量24吨 飞行速度2.17倍音速 该机是现今全球轰炸机中 飞行速度最快的机型 它不用空中加油 即可以远距离攻击除葡萄牙和挪威以外的 所有欧洲国家 留给那些国家的预警时间 不超过30分钟 如果经空中加油 它还可以从北极基地起飞 攻击美国本土 然后再飞回基地 苏联海军曾开发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航母作战体制 即以足够数量的图22M3轰炸机 按机导弹和水中潜艇 实施饱和攻击 即便在俄海军实力削弱的今天 俄军仍坚持在四大舰队各配属 一个约拥有90架图22M3或类似功能飞机的轰炸机师 所以美国对图22M3的远航程 高速度 机动能力 以及强大的火力等完美结合感到恐惧 美国驻欧空军至今依然以拦截图22M3轰炸机 为主要训练科目 其F16战斗机部队 反复练习在图22M3进入导弹发射线之前 对其进行拦截 而且在刚刚派来参加大西洋决心的12架F15 在军演过后 更是附属在了北约 增加空中实力应对 俄罗斯之所以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两个方向军演时 部署核武器 从欧洲地图上来看就很清楚 部署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的加里宁格勒 实际上是俄罗斯的一块飞地 这里与俄罗斯只能通过波罗的海 海陆相通 二战前 这属于德国的东普鲁市 二战结束后 根据波斯坦协议 东普鲁市的三分之二领土分给了波兰 其余三分之一化归苏联版图 周首府是加里宁格勒 苏联政府强行将这里的德国居民迁走 并迁入大批俄罗斯居民 但1990年3月 立陶宛宣布独立 加里宁格勒州被隔离为孤岛 陆路进出俄本土 必须经过两个主权独立国家 立陶宛和白俄罗斯 为对抗北约东扩 震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不要跟北英跟得太紧 俄罗斯一直宣称 要在加里宁格勒部署战术导弹 威胁欧洲腹地 作为和北约谈判的巴马 图22M3出现在克里米亚 也是一样的原因 是为了在黑海地区向北约和美国展示 其为了维护克里米亚现状 为了这艘不成的黑海航母 不去战略决战的态势 克里米亚战略位置重要 是俄罗斯唯一的暖水军港 从这里可以南下低中海 进而进出大西洋和太平洋 历史上为了夺取这个港口 俄国曾经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展开百年血战 从几百年的欧洲地缘政治版图来看 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土地 总是大国崛起或者衰退的通道 这里没有弱者的空间 而且波罗的海与黑海的局势始终都是联动的 不可能一边你死我活 一边左臂上官 俄罗斯学者认为 美国和北约的终极战略 是从北极到高加索沿俄罗斯边界建立所谓军事防疫地带 核心意图是围俄罗斯于内陆 困俄罗斯于冷海 绝不允许其重新崛起 而目前俄罗斯军力调整的重点 主要包括主要战略方向 一是克里米亚半岛地区 在这一地区将大幅增加空军和防空军的力量 将其变成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第二是加利宁格勒地区 主要用来对抗北约在波兰设立的新军事基地 在这一地区俄罗斯将增加首轮打击力量 包括伊斯坦德尔战役战术导弹 第三是北极地区 在这一地区对抗美国及北约国家的渗透 有俄国学者认为 欧美国家正在对俄国形成另外一种围堵 就形式上来讲确实如此 但面对这样的形式 我认为其实俄国目前还处于相当一个 比较被动的作为 我们可以看到它积极地发展 它的军力 借着这些军事现代化动作 包括武器装备更新 乃至于俄军编制编装等等的改变 确实在军事现代化展现了一定的效果 据报道 俄军计划在克里米亚部署 一个隶属俄黑海舰队 拥有30架图22M3的超音速轰炸机团 这一部署可能在2016年前完成 俄罗斯国防杂志就认为说 图22M3它的作战半径可以覆盖大半个欧洲 将与俄西部和南部的武装力量形成极角之势 对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形成反威慑 那么图22逆火轰炸机部署在克里米亚 对于俄罗斯来说究竟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呢 方先生 如果真如这个媒体报道中所说的 俄罗斯确实准备付诸实施在克里米亚半岛 部署图22M3逆火这种战略轰炸机 而且是一个团一个团的部署的话 我想这应该说在欧洲的南部方向对北约形成威慑的 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该说一步棋一个字就会落下去了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北约国家跟俄罗斯这样一个对峙的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俄罗斯一方面受到北约东扩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压力和挤压 另一方面俄罗斯要想反制对方 他的应该说进攻的前沿这种阵地也是越来越少了 如果克里米亚被收回来 我们再来看看这样一个地图 你就会发现位于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 成为深入黑海的同时在整个欧洲的南方逼近欧洲腹地的俄罗斯 最靠前的一块阵地 如果在这个地方部署图两两M3一伙这种大航程的战略轰炸机的话 他的作战半径足以覆盖 不仅像罗马尼亚像波兰像这个捷克像这个匈牙利这些前东欧的这些国家 甚至可以覆盖整个西欧中欧这些所有的国家 那么在欧洲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的这个军事部署一旦完成 就将与在欧洲北部的加利宁格勒的这个军事部署 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在欧洲的左右两翼 就是南北两个方向 俄罗斯两个可以前出的拳头 直接可以指向对方的软肋 我想这种态势一旦形成 俄罗斯在欧洲中部方向承担的北约东扩的军事压力 就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相当大的缓解 克里米亚入俄之后 S300防空导弹和冷宝反舰导弹系统都部署到当地 俄罗斯媒体近日披露的视频就显示说 一枚从密林中腾空而起的导弹将海面上的靶船打得粉碎 表示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宝系统已经具备实战能力 请教一下房先生 这款导弹的确像俄军所说的那样 逼退过美军的宙斯顿战舰吗 暗基的反舰导弹确实是俄罗斯用于海防或者是暗防的一个主要的杀器 暗基的反舰导弹由于不受很多限制 它的射程也会通常非常远 应该说对对方可能逼近俄罗斯的近海会构成一个相当大的威胁 但是如果从一般意义上来讲 暗基反舰导弹可以把对方逼退 但是是不是能够逼退到对方的对陆打击型的巡航导弹打不着你 应该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们讲的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比较 但是如果放到了黑海 这样一个海域面积有限 相对比较狭窄的海域来讲 那么情况恐怕又不一样了 在这样一个海域 应该说一旦面对俄罗斯这样一个有效的反海上力量 这样一个综合的打击体系的威胁 恐怕那么它的战俘式巡航导弹的优势 射程的优势是发挥不出来的 反过来 而对方那么俄罗斯方面大量的数量几乎成饱和状态的空中打击力量 包括按机反舰导弹的这样一种组合 这样一个庞大的反舰作战体系 我想足以毁灭任何一支敢于进入黑海的作战舰艇编队 毕竟在黑海这么一个封闭的海域 你是没有多少腾挪的空间和余地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未来美俄双方在黑海的博弈 并不是两种武器射程之间的较量 而是双方整个作战体系的这样一种较量 这种较量是双方整个作战体系的